堪点主持人的神级就场颁奖典礼上 嘉宾的掌上电脑出现了问题 中州你的电脑上有吗 我的也是有男演员没有女演员 是不是要再搬一遍男演员 那你们两个随便说一个吧 哎怎么能这样 何琼十分淡定的走了过去 当然因为我们除了有最高端的科技之外 我们也有最原始的手段 老师给您 系灵鬼三个字 简直是为何琼量身定制的呀 同样是颁奖典礼 人答华不小心把杏仁饼弄掉了几块 何琼机智就场道 不得不说 何老师太机智了 发布会上CEO落水 何琼请用四个字 不仅化解了现场的尴尬 更是让CEO挽回了面子 这种应变能力堪称完美呀 外汇上杜海涛发生严重口误 他居然将赞助商的名字念错了 特别是有着110年历史的招商银行 招商银行 专业的财富 交通银行 啊 完了完了 何琼开玩笑式的质问杜海涛 你是不是还有别的银行银行 没有没有没有 没告诉我们 没有没有没有 你说三遍交通银行 交通银行交通银行交通银行 谢谢交通银行 有着110周年历史的交通银行 专业的财富管理能力 不愧是主持建一哥 智商情商都在金字塔的顶端